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乒乓球女子团体金牌赛 中国队直落三场以3比0的大比分击败日本队 夺得乒乓球女子团体金牌赛后 陈梦接受采访 陈梦其实这三年对于我来说有很多的难过和伤心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这届奥运会对于我来说还是非常的圆满 也非常的开心 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有这样的圆满 同时我觉得也是非常感谢我身边的这两位小妹妹 孙颖莎 王曼玉 我的队友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三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既是竞争的对手 也是互相之间非常相亲相爱的队友 在最后的时刻我们都是在一起的 我们在一起凝聚到一起的时刻 才能展现出中国乒乓球队目前最强的这种实力 30岁陈梦在巴黎创造了奇迹 他击败世界第一孙颖莎 成为继邓亚平张一宁之后国拼女队 第三位未免奥运女单冠军的选手 然而这个奇迹之路仍在继续 陈梦在明年5月德班市平赛 仍有实现个人大满贯的机会 巴黎后陈梦获转为陈幸彤一样的角色 结绑女双专攻单打可成为现实 按照陈梦的年龄 他不是巴黎之后国拼女队的重点培养对象 目前国拼五大主力全部是右手 像前天一 宽曼都会被重点培养 王毅迪 陈幸彤年龄都比陈梦小三岁 他们的主力位置应该会往前提 况且这两位还在当打之年 陈梦在巴黎之后 逐渐会淡化为第五主力陈幸彤的角色 其实这对于陈梦来说 恰恰是一个专攻单打的好机会 我们先来看一下 2023年德班市平赛国拼上报的参加球员名单 男单 樊振东 马龙 王楚清 梁静坤 林高远 女单 孙颖莎 陈梦 王曼玉 王毅迪 陈幸彤 男双 樊振东 王楚清 林高远 林诗栋 女双 孙颖莎 王曼玉 陈梦 王毅迪 混双 王楚清 孙颖莎 林诗栋 宽曼 从这个名单来看 陈梦首先没有混双的负担 国平女队处于对大赛女双的培养 会放弃陈梦打女双 而让前天一这些左手与主力球员中配队 到2028年奥运会时 陈梦的女双更不会出现在奥运阵容 年龄偏大 又有奸商 陈梦结绑女双 专攻单打的机会来了 相反 孙颖莎 王曼玉 至少都是三线或双线作战 对于这个参赛名单 马林有很大的话语权 李笋还面临退休 陈梦专攻女单 冲击大满冠概率是非常大的 技术能力没有明显下降 大赛经验 心态都占据上风 陈梦有望实现大满冠 从巴里奥运会女单对决来看 陈梦的速度 力量 甚至还要强于孙颖莎 打得莎莎左 扑有防 另外 陈梦攻防转换非常流畅 经过马林前三板的改造之后 陈梦除了相持后实 前三板抢攻也十分厉害 巴黎女单未免成功 很大部分源于陈梦的心态 本身拿到奥运单打名额 就是意外之喜 再加上已经拿过奥运女单冠军 陈梦在对阵孙颖莎上 完全输得起 也是敢于放手一搏的一方 明年是冰赛 陈梦若最终被马林安排 专攻女单的话 本身大赛经验丰富 又有闲暇时间 研究孙颖莎 王外玉 这些队友打法特点 陈梦确实是明年士兵赛 女单夺冠的一大热门 巴黎周期孙颖莎对阵陈梦 占据绝对上风 可是陈梦不管输多少次 他在巴黎赢一次就够了 因此 这些交手记录 也不具备太大的参考价值 没有混双的负担 没有奸向的困扰 陈梦用接下来时间 全部用于女单的训练 那陈梦的大满贯指日可待了 国平女队已经很久没出大满贯了 樊振东在巴黎 已经为国平男队增加了一位大满贯成员 孙颖莎 王曼玉要想成为大满贯 至少要四年以后了 马林作为主教练 他何尝不想让女队尽快出现一位大满贯 三十岁的老将 本身就不宜奸向太多 专攻女单的前提下 陈梦确实很有可能 被马林打造成国平女队第六位大满贯 大家赞同以上观点吗 此前 巴黎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已经全部结束 国平选手陈梦成功未免两项冠军 其中 女单第二次在决赛中打败队友孙颖莎登顶 由此而令后者无缘在今年集齐三大赛奥运会 世平赛 世界杯的单打金牌实现大满贯梦想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国平女队的三大核心主力 陈梦 孙颖莎 王曼玉都在三大赛上拿过单打冠军 但又都没有拿拳 相互纠缠了数年时间 还没有一人实现大满贯 这不禁让许多球迷想起了 当年国平男队王立琴 王浩 马林的情况 关注拼坛的朋友们都知道 2000年悉尼奥运会结束 拼坛进入40毫米大球时代后 国平男队在长达十年的时间 只有三位运动员拿到过单打世界冠军 那就是二王一马 然而他们三人都未曾集齐三大赛的 单打金牌 王立琴三次世兵赛登顶 马林一次奥运会四次世界杯称王 王浩一次世兵赛三次世界杯夺冠 而在三大赛的交手中 二王一马也是相互牵制 经常互相拆台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马林从未在世兵赛上 赢过王立琴两次决赛都输了 王立琴从未在世界杯上赢过马林 王立琴从未在奥运会 世兵赛上赢过王浩 世界杯没遇到 王浩在奥运会 世兵赛 世界杯上与马林的交手全部败北 2014年 二王一马正式宣布退役 三人全都没有实现大满贯 一起带着遗憾离场 令无数球迷们惋惜不已 如今类似的情况 大有在国平女队重演的迹象 目前国平女队三大主力中 陈梦是奥运会 世界杯单打冠军 孙颖沙是世兵赛 世界杯单打冠军 王曼玉是世兵赛 单打冠军 而且三人在世界大赛 单打项目中的混战激烈程度 比当年的二王一马 有国之而无不及 2019年式兵赛 陈梦胜王曼玉摘银 王曼玉胜孙颖沙 2020年世界杯 陈梦胜孙颖沙夺冠 王曼玉未获得资格 2020年奥运会 陈梦胜孙颖沙夺冠 王曼玉未获得单打资格 2021年式兵赛 王曼玉胜陈梦 孙颖沙夺冠 2023年式兵赛 孙颖沙胜陈梦夺冠 王曼玉八强赛 不敌陈姓桐 2024年世界杯 孙颖沙胜陈梦 王曼玉夺冠 2024年奥运会 陈梦胜孙颖沙夺冠 王曼玉未获得单打资格 巴黎奥运会结束后 陈梦是目前三朵金花中 距离大满贯最近之人 他只需要夺得 诗评赛女单冠军就能加冕 而距离现在最近的诗评赛 即将在2025年举办 此外 2027年还有一届 哪怕不能参加2028年 洛杉矶奥运会 也有两次机会 至于孙颖沙 还缺一枚奥运会 女单金牌 才能实现大满贯 王曼玉除了奥运会 还得加冕世界杯 女单桂冠才行 世界杯正常情况下 每年都会举办 但最近的奥运会 还得等四年 那么孙颖沙 王曼玉 能否在洛杉矶圆梦 陈梦能否更快一步 获得大满贯 悬念仍然存在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老板 老板 comes to the